我看了一下气温表36度5 达尔文 现在是下午3点左右 热都不行了 你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大的热天来达尔文这边 其实达尔文是澳洲八大城市里边 唯一一个我还没有实地探访过房产的城市了 所以这次来是圆我自己一个梦 也是给各位粉丝 尤其是各位会员朋友们 补齐一个夙愿 就是跟着我们澳房侧 看遍澳洲的所有城市的房产 从家出来到上飞机 大概是70分钟 一路上通 我现在在卡索瑞娜Square Shopping Center 这个地方是达尔文 距离达尔文的CBD 离北吧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车程 这个是达尔文这边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shopping center 刚才走了一下 大概是相当于 如果你在悉尼的话 Paramata Shopping Center的四分之三大小路 然后我从机场出来呢 到现在大概是两个半小时吧 在shopping center里边逛了大概一个小时 看到的人的分类呢 是大概澳洲本地人 或者是白人吧 八成 剩下一成半的 Thank you 剩下的一成半呢 是Aboriginal土著人 还有半成呢 是印尼的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是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像韩国人呢 或者是中国人呢 日本人呢 根本就没有 OK各位好 我现在呢 是在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啊 在后边能看得见吗 刚才逛了一圈 这个校区是开放式的 但是感觉有点太开放了 除了树 就是一堆没有修剪的草地 然后学生呢 看到的都是印度人比较多 但是你会专门来达尔文上大学吗 应该不会的吧 它又不是五星学校 对吧 五星学校那么多呢 那现在的位置呢 叫做Casserina Coastal Reserve 是在海边的一个公园 当然说到海边呢 这边是公园 这边就是海了 看到吗 哇 这么大的沙滩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啊 奔向大海的感觉就是这样嘛 这就是达尔文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了 说是这没人啊 但是刚才我在探索的时候 在岩石后边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后边拐过去 我还没拐过去的时候呢 听着好像怎么有点动静呢 拐过去一看呢 两个小姐姐泳装都没穿 直接在那晒 我天啊 这是啥东西呢 现在是周五下班以后啊 大概是六点半左右啊 这边日落达尔文啊 现在是一月份 日落是7点19分 所以现在还是像白天一样啊 今天可能已经下班了 咱们周六周天再过来看啊 但是今天周五下班以后的人群呢 在街上走的 基本就没有工作的人了 全是土著人 不能说全是吧 但是我看着在街上逛的人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10个里那边能有4个是土著人 在这闲逛的 有点过曝啊 这样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达尔文市区的土著人的比例 真的是很高啊 超级高 这老哥过去你看一下啊 这全是这样的事儿的 看见不 在市中心呢 除了酒店区啊 那种高层 二十多层的 都是这种比较矮的这种住宅楼 算规模比较大的coast吧 在这边啊 好 这边又来了这些哥们 看到了吧 这就是达尔文啊 那街上走的话 会被人打扰的啊 所以这边很奇怪 现在我开始 对达尔文市中心的这个印象比较差了啊 刚才有个土著人过来啊 我相机对着我自己 没对着他 他过来推了我一下 那不是推了我的相机一下 你们应该看到了吧 当然房子房子投资呢 我觉得到现在来来看呢 我我觉得我不会在 达尔文住下来的啊 因为这个体验差一些 但是投资嘛 投资的话 就看谁住了 如果能挣着钱的还是好的 这是这土著人便利啊 右边又是一大堆土著人 在公园里边 这是野餐的吗 这是 后边看到了吗 没有啊 这边 后边那个位置啊 听到了吧 刚才呢在达尔文市区里边又走了一圈啊 遍地都是massage 也不知道是珍贵的还是不珍贵的 然后后边这个呢 是有点复古风的一条小街啊 室内的 然后这边就有一家像古厅装潢 80年代那种disco那种感觉 反正感觉有点有点太复古了 这个超周末的范围了 再往里边呢 有几家唱片店啊 还有酒吧 这个位置呢是达尔文的waterfront 就是沿海区了 像是港口市中心旁边的港口 就跟悉尼旁边那个叫什么来的 Barrangaroo或Darling Harbor 我觉得有点像吧 来吧体验一下 今天热的真是一点风都没有啊 这个就是sky bridge 刚才是进口 这边是出口 这边看一下 这些人真是广告已经做到极致了 后边居然有PWC的标志 难道是他们见的吗 不是会计师事务所吗 不过说实话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你看一下啊 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住在这种公寓里面呢 在我们的会员才能看的达尔文的房产技术分析里面 我会专门讲解 就是各种类型的房产 增值幅度是怎么样的 虽然你觉得这种东西呢 觉得高大上在水边 但是它不一定增值啊 这个现象呢是在其他小城市会有的 但是在悉尼和墨尔本又不一样 因为我们澳房厕投资理念就是每一个城市它的房产啊 其实规律都是不一样的啊 这边还是要坐电梯才能下得去啊 真的厉害 一整排都是吃的好餐厅这边也是啊 不过住在这倒是挺方便 就是房子只有居住功能呢 在我来看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你说一个人能住多大的地方呢 人家我来说我一个单人床就够了 那房子除了居住的功能 你得挣钱 这才是好房子 对不对 这种地方要是一家人来 其乐融融 又能打沙滩排球 下面有小孩子玩的地方 这边 我看那个池塘应该是不是很深吧 但是你们愿意在这种房子住吗 就是随便那边就是海啊 这边就是大尔文市中心 这个是会展中心 这个 能看到吗 感觉还是不错的 偶尔住一住是可以的 让我成天住我也受不了 天天听那个海浪声 还有海风比较闲嘛 楼整体的就是就外立面啊 它会有一些腐蚀的作用 尤其你家具都是木头的情况下 就是很麻烦 维护成本挺高的 其实 看到那了吗 多轻 这个真的是有海边的感觉了 这Ashford 今天呢咱们有小车了啊 然后咱们顺着这个位置 就是一直到这儿 然后再回来 回来以后绕到那儿 各位好 现在我在达尔文CBD 最东端的Marena 就是码头附近啊 发现了这个地方 哇 真的非常棒 这边就是大海 一望五季的大海 里边呢 是一个浅滩 然后再往里边 是一堆这个公寓楼 那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啊 看海景的 我们叫dining area 就吃饭的地方 吃午餐 吃晚餐 早 各位早啊 我们现在在Para Village Market 这个是达尔文City附近 大概开车出来七分钟吧 现在是早上八点 咱们已经开市了 我来这个达尔文还没见过这个 哇烟火剂很重啊 不错 全是Laksa 全都是Laksa 所以刚才走了一圈 这里边大概能有20家店 其中16家呢 都是卖吃的 这些卖吃的都是快餐 要不是油炸的 要不是炭烤的 都是南洋那边的 Laksa比较多啊 有一些炒面啊炒粉啊 还有春卷之类的 都是快餐 快餐类型的 可能这边 现在周六嘛 周六早上 没什么吃的吧 不知道 然后中间这一个店呢 是在一个台阶上 就是你看这边有台阶 看到吧 像一个小广场 说的 把它拉高一点 从地平面上拉高一点 然后在上面有这么几十家店 然后旁边这一圈呢 是围着的都是店铺啊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整个达尔文公寓均价最高的区 叫Bayview Bayview 你再马上查一下 就能看到了 它三面浑水 像是个人造半岛的这个形式啊 但是不是人造的 我真不知道 后边这一栋呢 就是Bayview这个三面浑水的半岛上吧 为数不多的几栋公寓楼之一了 我刚才在这个区里边开车转了一下啊 这个主要还是独栋别墅啊 这种公寓还是特别少的 看是有点年代改了 我猜至少15年吧 它这个公寓全都是沿着这个Marina 就是这个船站来建的啊 船屋 这里边你看它不能往下挖 在地上放的停车位 走过来感觉特别的安静吧 挺适合生活这个位置 OK这是今天看的第一个房子啊 是在达尔文市中心 13层的一个楼 好刚看完了这个房子 我说一下投资方面的一些数字 首先呢它是三二二三房两位两车库 Council呢是1600块一年 Strada是2050一个quarter 就是说一年的Strada要6000多 哇这个我觉得挺高了啊 但是咱们是以悉尼的标准 我问了一下它那个中介啊 它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数字了 然后Management fee呢 如果是找他们去做出租管理的话 他们是收9%到11% 然后没有外边的防火涂层的问题 这colliding issue是没有的 其他structural issue legal issue special Avia 这都是没有的 它租呢是现在租580 要把这个租金呢要调到600 所以即使是调到600 算一下600块 然后它要是卖50万多一点的话 其实租金回报率在6.1%左右吧 但是你把这个body corporate 和其他的费用一扣下去 我觉得净值可能跟悉尼也差不了太多 那关键是它 涨价还没有悉尼高啊 这是很大一个问题了 现在呢我们看的是今天的第二套啊 是区域呢叫Johnston 800多平的地 据说上面这个房子呢 是一分分成两家 单独租给两户了 这我看广告上写的 我刚刚看了这套房子 你看我热的已经不行了 今天又是36度 现在是大概上午10天左右 这个地呢是830多平 然后后边你看吗 从这分开 这边是一户大的 四房 这边是小的 这边是个小的 大概就是一房的 所以你要从 你可以理解为granny flat 但是granny flat 是跟主要的房子有joint wall 有供用墙的 那么这两块 这是一块地啊 但是在title上是6a和6b 但是它有供用墙 有分开的水平啊 还有面条 所以实际上呢 technically啊 技术上讲你可以分开卖 但是又没人会买 因为它中间有供用墙 明白吧 所以这边它租了500多 这边是280多不到300 这两家呢 加在一起 现在的租金是800 它是卖价 要价是65万 所以我算了一下 这个租金回报率 大概是6.4% 这还是挺好的 还好我赶上了 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到这个open inspection 我现在呢 是在Howard Springs 这边好像就一套 今天是开放参观的 这个就后边这房子啊 房子是398个平方 这土地是8000多平 那这个区呢 我问了一下中介 算是rural area 就是算是乡下的地方了 虽然离Johnston 我们刚才去那个地方 大概也就开车10分钟 这个位置挺奇怪的 就是你自己要去倒垃圾 但Johnston呢 有人来收垃圾 所以Johnston的Councilade 一套是在大概1900一年 在这边就是1300 1400 所以挺有趣的啊 这个房子是80万 后边这个 他们建房子了吧 80万要价啊 然后租金大概是1000一周 所以你算一下呗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了 我刚才问了他一下 在Howard Springs 有没有一些发展的计划 就像大地哥小地啊 或者是建一个shopping center 这种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 所以capital growth方面 就是涨价方面 可能就得跟着大盘跑了吧 他自己没法产生出 更高的一个capital growth了 好 我们现在呢 是在Nedcliffe 过来看一套房 Nedcliffe呢 在整个达尔文别墅类房产的均价 是最高的 均价是91万9千 今天咱们看的这个呢 是83万5 先看啊 看完了以后 给大家总结一下 现在开始上档次了 海边的区域稍微贵一点 你看着这个房子 诶是能回事儿了 是不是 好 这house呢 咱们就看完了 645平的地 这个前面有个游泳池 觉得还挺安静的 我觉得住在这 可能会很舒服 然后前边 这边再过去一点 就是海边 这个区呢 Nedcliffe 我们叫Premier Suburb 什么意思呢 就是高尚社区 但是这个房子要价83万5 不过它租金报价是650 我觉得好像有点低 是不是错了 然后又搜了一下 这个区域都七八百块钱 所以它租金不是那么好 除非是涨价涨得好 你买它还有点用 要不然租金估计是够不上你成本 成本就是指你给的interest 这房子三房两位两车位 顶层它没有电梯 你得走上去 然后顶棚特别高 大概三米多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不会住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售价是28万 租金一个星期450 什么概念呢 就是租金回报率 毛租金回报率在8.3% 然后management fee大概10%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好我们现在忙里偷闲 来达尔文的军事博物馆 看一看 我刚才去了达尔文的军事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发现达尔文在过去的100年间曾经被摧毁过两次 什么叫摧毁呢 就是达尔文的建筑物七七八八都被毁掉了 第一次呢是在1942年日本空袭达尔文 当时空袭的时候声音是这样的 那么达尔文的经过战后的重建 到1973年74年人口已经达到了5万人 读动别墅的数量呢也达到了差不多一万两千 那就在1974年圣诞夜的前夕 发生了一场悲剧啊 当时在海上形成的飓风叫做Tracy 突袭了整个达尔文 声音是这样的 当然也摧毁了大部分的建筑物 在过去的50年间呢 达尔文逐渐的建设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我有很多达尔文的朋友 有几位粉丝啊跟我讲过 达尔文呢其实十多年以来变化就不大了 可能跟人口上涨的数量也是相关的吧 达尔文房产市场的全面技术分析 已经在油管会员群发布了 对达尔文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去看一下 在奥房测频道您将会学到最棒的澳洲房产投资知识 初学欢迎加入奥房测基础会员领取五大礼包 铁粉欢迎加入奥房测油管频道会员领取福利 并加入专属交流社区 高手欢迎参加80分钟直播公开课 masterclass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来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的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如果您喜欢本期影片 请您订阅频道 奥房测助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